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中国私服夫人主持的国际专家小组起草的 代表中国的资深外交官张本彭春是该小组的成员 宣言的目的是通过道义上的要求 使政府尊重基本人权来防止专制和战争 1948年宣言中规定的人权包括生命 自由 安全 不被奴役或遭受酷刑 宗教自由以及思想自由 John Pomfret曾写道 把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中国的集体主义结合起来 张鹏春促成了一份所有国家适用的苦师宣言 张鹏春认为人权宣言不仅仅是关于个人权利 也同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有关 张鹏春的传记作家 Stockholm University的 Hans Ingvar Roth 强调了他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贡献 他说如今宣言中最有利益的所有方面 比如宣言的普世性 宗教中立性 对个人基本需求和尊严的强调 张鹏春都有关键贡献 宣言在联合国通过后的短短几年 对中国缺乏民主感到沮丧 张鹏春辞去了外交官职务 不难发现 张鹏春对政府缺乏民主的判断 并不来自于古希腊哲学 而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对领导的评的要求 张鹏春和胡适都知道 中国人不适合民主 不过是一派狐言 是最不爱国的论调 今天的台湾就是鲜活的证据 那么如今中国五四精神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 现在五四的继承人 就是有公民意识的中国公民 其表现在于他们做出的 大大小小的勇敢行为 李文亮医生就是这样的人 李医生并不是寻求拯救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 是个颜客医生 年轻的父亲 他先是做出了小小的勇敢行动 然后才是个更大的英勇举措 十二月下旬 他最初是通过微信 向几名医学院同学传递警告 说武汉医院发现严重的冠状病毒病例 敦促朋友们保护自己和家人 他的警示 没想到 在网上被广为传播 李医生感到不安 不安是有充分理由的 医院主管迅速告诫他 不要透露冠状病毒病例的消息 然后李医生 因在互联网上发表虚假评论 受到警察的训诫 被迫签字承认造谣 被威胁诉讼 如果有人怀疑 这只是地方警察的过激行为 那么官方动用中央电视台 对李医生所谓谣传大肆宣传 会消除任何疑问 然后李医生做了一件大胆的应用举措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自己在派出所的遭遇 附上了警察的警告信 全世界都密切关注 那时李医生已经感染了冠状病毒 他在2月7日的去世 使全世界人民感觉像失去了亲人一样 李医生告诉记者 我认为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多个声音 我不赞成公权力的过度干预 李医生使用的是不是的大百话 在今天的中国 见记者或当记者都需要勇气 如今在中国 连找到国内外的调查记者都难上加难 一些试图揭露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失踪了 包括陈秋实 方斌和李泽华 最近几个月 被去职处境的外国记者人数 超过了几十年中被苏联去职处境的人数 艾芬医生也对武汉的疫情提出了警告 据报道 艾芬医生在接受采访后 再也不能露面了 当政府压制有点勇气的普通行为时 往往招致更大胆的英勇行为 过去的几个月中 有许多人表现出道德和许中上的勇气 都在追求一个世纪前胡适 张鹏春后几代人的共同理想 他们中有政治人物 有人把生命献给了信仰 也有人遵循中国传统的良心学者 很多是普通共鸣 许章润 任志长 许志勇 伊利哈末 方方 二十位拒绝上帝服从 共产党的建筑教神福 以及去年数百万为法治 法律的统治 而和平示威的香港市民 这些还只是少数 今天 五四运动进入它第二个世纪 它的最终遗产将是什么 这个问题 只有中国人民才能回答 五四运动 五四的民主愿望 还会等到下一世纪吗 五四的核心思想 会不会每次都被官方的审查而抹掉 今天仍然坚信这一主张的人 会被称为不爱国 欣美 有肩负性吗 我们知道共产党会尽量这样做的 毕竟毛泽东对五四英雄中 少数仍被官方承认的 最著名作家鲁迅的宽容度 也是有限的 1957年 官员罗继南问毛泽东 鲁迅今天还活着会怎样 毛泽东的回答已经四座 要么被官在牢里继续写他的 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那些有志在中国寻求真理 说真话的人可能会感到安慰 刘迅写道 墨写的谎说 绝掩不住血血的真实 最后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不是已解决问题 而不在乎抽象政治理论著称 但是让我打破他少谈主义的规则 试问今天的中国 是否能从少一些民族主义 和多一些平民主义中受益 平民主义民主 较少关注左与右 而是关注上与下 就是说 少数人需要得到多数人的同意 当掌握侧权的人脱离群众 变得狭隘和自私 平民主义能使他们退缩或出局 这是一种动力 他推动了2015年的英国脱欧 2016年特朗普总统胜选 推动了会校的创始人 1776年参与签署独立宣言 他能提醒国家权贵记住 他们应该为谁工作 美国优先 类似的想法 不也在无私精神中存在吗 不是的摆画文 难道不是针对 自觉了不起的贵族吗 难道不是对传统权力结构的宣战吗 不是要在中国建立名为众武的政府 而不是打江山做江山吗 世界将等待中国人民最终提供的答案 对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